妳跟我們說要來看什麼?心情感覺怎樣? 就是要看小輝瑕 明天沒有作業啊 所以很開心啊 很開心 很開心 不可以飲食 然後要安靜 自己的就是垃圾要自己丟 該拍手的時候就要拍手 這次的內容除了簡介故事內容外 也有帶一些劇場禮儀 然後希望他們等一下進去的時候也可以觀察一下 整個劇場的安排啊 座位的動線 跟他平常可能去過電影院 還是一些車廂的位置其實是有類似 就是小朋友可以就是拿到他的票開始 去找他的位置 然後去了解說要怎麼樣做劇場的觀看 對那在事前的話我們也有做一些教育 就是小朋友在劇場中要注意什麼事情 對啊今天最主要是不僅是劇場的禮儀 更重要的是我們很希望 希望將基隆在地的文化 可以透過一個戲劇的方式 讓小朋友更能了解 基隆的歷史文化 基隆的珍貴 基隆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這區有沒有看到掛了好多燈籠都亮亮的 中元記的時候 對不對 那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在開鬼門之前 先幫他們照亮他們的路 這樣開鬼門的時候他們走出來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會知道要去哪裡吃虎度 基隆的中元記非常重要 我來到基隆快九個月了 我看到了基隆的一個在地文化 怎麼樣讓這個在地文化可以生根 也是我們一直在能力思考的 這是由基隆市文化局跟教育處 共同規劃的觀劇體驗 由在地的慾望劇團負責編劇演出 將自己家鄉基隆的故事演出來 讓同學們自然的吸收了解 增加藝文素養 並且傳承基隆的榮光與驕傲 喬著歐盡平平堂堂堂 追著生活努力花 我是歐盡空大 迎接藤外一絲樹花 我之前啊 大家一定知道台北小巨蛋 我之前在台北小巨蛋當過董事長 我看過台灣最好的國際各式各樣的表演 剛才的劇團的表演 我要很誠實說 完全不輸給國際級的表演 包括中國怪人 包括貓 希望各位 謝謝 好 這個很棒 給劇團一個熱烈的掌聲 非常棒 這次文化局委託在地團隊 慾望劇團製作原創節目《小麾霞》 以基隆無形文化資產的 基隆中原劑為主軸 訴說一個充滿基隆元素的奇幻童話 透過孩子們的視角 認識劇中 《基隆中原劑》 《黑金煤礦》 《好兄弟》 《中原劑科儀》等主題 讓孩子更加認識 屬於基隆人的善良與慈悲 能對自己的家鄉基隆 有更多認同與共鳴 我們是從基隆出去的 我們身上流著基隆的血 我們要帶著基隆的驕傲 不管是參加活動 不管是到任何地方 都要記得這個劇團帶給我們的啟示 非常謝謝文化群跟教育處 可以辦一個這麼好的活動 也希望各位小朋友可以喜歡 記者黃俊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好嗎 好嗎 好嗎